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第一个突发性的话题 那么我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入场 第一位是王俊涛博士 王博士你好 陈小平先生好 郑旭光先生好 导播好 大家好 感恩节快乐 王俊涛博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另外一位是独立师兵人郑旭光先生 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好 军炮博士好 各位大家好 这两位先生都来自纽约 那么在我们正常的两个话题开始之前 因为富士康的暴力事件 有的人叫体异事件 也有叫群居事件 反正够个名字吧 那么这个发生了 所以我想听听两位来谈谈这个事件的看法 那么两位也看到了这个事件 那么我稍微的介绍就是这个 这个富士康 这个群体呢 这个在郑州富士康区呢 发生这个抗议事件呢 根据富士康母公司 鸿海集团发表的 郑州群居事件的说明呢 证明那里发生了暴力事件 而且呢暴力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工作津贴认知 一瑞提出的诉求 那么这个富士康呢 早先就因为这个工厂因为疫情大规模的工人逃离呢 有一个大逃亡事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那么现在呢又因为这样一个暴力事件或者叫做反抗事件等等呢 再次引起了这个媒体的关注 那么我想请问王博士啊 您对这个政治反抗运动或者叫群体反抗事件是比较关注的 这个事件啊你会认为它的走向会如何呢 对其实我们谈论事件走向啊 是两个谈法 一个就这个事件就是论事的说 我觉得走向呢在一段时间内会进一步的激化 因为这个这次事件应该说民众初步取得了一些 至少在信息传播上取得一些胜利 那么当局呢肯定会用更大的手段加以镇压和控制 最后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还是以软及时 事件是一定会控制住 但是呢刚才小平线你也讲到了 就是当你把它放成了一个所谓民众起义这个事件呢 从这个角来说 其实我们知道重大事件呢 从来不是孤立的看它的意义 应当看到它在一个事件链中的 它的位置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呢 中国这种极权国家 它早晚是要有变局发生的 在这个变局发生 我们如果回头来看 富士康这样的事件 或者类似的这类群体反抗事件 起义事件会有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对研究政治转型人来说呢 它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象征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极权体制或者镇压体制到极致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精英层面虽然有很大不满 但是没有空间反抗 往往都是要从一些民间的这种零星反抗事件 开始这些事件呢 能够激起民愤 然后迅速的传播 那么在心理上造成了这种一种起义的 这种普遍的这种争后之后 那么就会出现社会的这种反抗 使得呢当局疲于这个应对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链条会发生断裂 然后呢精英层面就有可能入局去反抗 一般来讲像这个事件 比如像在中国历史上 像陈胜无光起义了 还有像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 那个小兵呢 他听到这个谣言 然后打了第一枪 像这些呢 还有美国那个新尊的那个那一枪 第一枪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呢 会发现富士康事件呢 或者类似的事件将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是一个象征 它也是一种预告 就是中国的这种靠民间 大规模反抗运动启动的政治转型 也可能会从这里就要开始了 这个贼旭光先生呢 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您啊 就是说现在谈中国叫做网格化管理 那么每一个人呢 包括你打卖的那个打核酸啊 政府都能对你进行监控 那么在这样一种监控 或者网格化管理的这个框架之下呢 这样大家很难想象一种啊 如此大规模的这个反抗事件 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奇迹的发生呢 我倒觉得这个 首先来讲不算是奇迹 工人和学生有类似之处啊 他都是群居啊 群居在这个宿舍啊 这么一个形态里头 尤其是大学有校园 那么工人有集体宿舍 尤其是像富士康这种 他富士康郑州工厂 大概高峰时候有30万人 平时有20万人 这个占到了整个鸿海集团的 两到三成的这个工 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比例 员工的比例 那么他集中居住 在郑州这个什么航空商务区吧 港务区吧 他是集中居住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 发生大规模的工潮啊 类似于学校发生大规模学潮 他是具备天然条件的 那么网格化管理 他是针对于这个 城市的一个街道啊 或者说小区啊 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呢 平时并不在一起 都各有各的单位 那么之间呢互不往来 那么实行网格化管理 他天然呢是分割的 这些是分子 原子化的结构 但是在这个郑州 富士康工厂 他是完全有机的 就是吃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那么这样他就有点 类似于军人啊 类似于军队的这种体制 类似于这个学生啊 这样一个状况 尤其是这个产业工人啊 他们的这个战斗力啊 又比较强啊 轻壮年 那么这一次 新进的员工啊 很多呢是上一次 我们知道这个 在大概十一月初的时候 十月底 十月初的时候 出逃的那些 很多是很年轻的啊 年轻人刚结婚 或者没结婚的 那么这一次呢 应该是招了很多基层干部 退伍军人啊 和外省的一些人员 那么这些人的这个 斗争的能力啊 是非常强的 基层的斗争能力 还有些人评论说 三合大神啊 那么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他们长期有和这个 中介公司厂方打交道的 这个经验啊 经验非常丰富 知道什么时候呃 该用狠 什么时候谈判 什么时候适可而止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从小处看 他就是一个规模性的 一个工潮 当然这个抗争中间呢 呃有 他和罢工不一样 罢工就是说 我要更高的标准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实际上看这个 富士康啊 就是洪海集团的公告呢 也能看出他肯定了三件事 第一个是有暴力冲突的 第二个呢 原因是有二 一个呢 是因为 呃 这个合约问题啊 他当然说 富士康永远 这个都是啊 洪海都是按照合约执行的 问题是 这些工人被招去的时候 这些中介公司 这些劳务派遣公司 给他们承诺的是什么 这个承诺 极有可能和富士康拿出来的文本 不一致啊 洪海说 我们一干案文本执行 但是你承诺的内容和 我实际文本不一致 那这些人就不愿意干了 对吧 这是一个 不愿意干还不让走 这是很奇怪的事 第二个呢 就是呃 所谓的 很多人说 他们被迫和一些 阳性的员工居住 这有可能是谣传 也许是已经阳性过了 恢复了的 这个就搞不清楚 那么 因为上一次 那些大规模出逃 也是因为他们担心啊 有阳性 担心自己患上阳性 那么大家知道 在中国这个国内环境里头 第一个对这个新冠病情的 这个渲染呢 后遗症啊 渲染的非常恐怖 有很多人真信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就 管控上来讲 确实对这些人的歧视也非常大 不是把他们当 呃 当普通性的病人啊 似乎像 像古代的瘟疫一样 是不可接触者 建民 所以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因为这两个原因 很多人就是 呃 要求离开工厂 那么经过这一次抗争呢 应该说达到 很多人达到目的 据说有的人是拿到 两万的不成金 有人拿到一万 那么 最新的这个消息是 呃 如果说你坚持工作 可能到年底 也能拿到 两万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呢 呃 应该说这次抗争啊 呃 比较成功 至于后续有人担心 会不会分割 处理 会不会秋后算账 那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从 从这件事上来讲 河南省他们处理啊 正在把它往那个省 省计谋头上讲 这都是省外势力 所以我们很有意思的看到 在境外势力之外呢 这次又多了个省外势力 对 我想做点 这个 下个话题 我想请问王军涛啊 就是说 观众啊 有这种评论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啊 这些人 只是为了经济的利益 他们拿到钱之后 那么现在 财联社有报道 就是说 拿一万块钱啊 那么这个事情就 就打住了 那么先给你八千 啊 如果你回家以后呢 那么再给你两千 等等啊 那么从这 是一个经济利益的 一个抗争 最后拿到了目的之后呢 那么就是完事了 所以不要有 过高的评价 这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在网格化管理 和现在这样一种 中国政的情况之下呢 这种反抗是 以软及时 是没有什么后 没有什么结果的 那么 也有些人认为 刚才你谈到 就是说 在二十大之后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 发生如此大规模的 群体性的反抗事件 啊 那真的是要光不相看 所以我想听听 王博士 你怎么看啊 这样一些 有点反差性的 一个评价 对 实际上呢 我觉得 凡是把经济利益 和道义观念 和这些分开 分割改来谈呢 我觉得实际上是 对现代的政治 和现代社会呢 不太了解 其实对现代社会 和现代政治来说的话 利益和关于公正的观念 是紧密相连的 基本上就是民主和自由 也是争权夺利的规则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说 富士康这些 大规模的反抗 实际上他们就是因为 在利益的分配上 他觉得不公平 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 这样 现代社会的公正观念 很大程度上 就是他这个 在有一个宗教驱昧化之后的话 他都是围绕着 现实利益的分配 现实权力 稀缺价值的分配展开的 所以富士康的工人 这次反抗中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他的不满是来自于 对不公正 或者对暴政的这种不满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很多的在这个 现代社会中的 起义也罢 革命也罢 还有一些政变也罢 都是围绕着一些权力结构和立场 他觉得不公平 不公正展开 所以我觉得不能分割 第二个呢 我觉得富士康的这种反抗意义 你说他是以卵击石 但是你要是看 陈胜吴广当年的起义 带着几百个人 饿了三天三夜 然后拿着破竹竿破木头 他要当时面对的是 那个已经刚刚打完六国之战 灭国之战嘛 不过十年的 秦朝的大军 对吧 你像连项羽这些 后来正是证明 一个人能打败整个秦军的 这样的英雄 都在底下东躲西藏 不敢造反的时候 他们起义 是不是以卵击石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气候的变化问题 其实富士康这个事情啊 在中国每年的群体时间中 一直有 但是今天引起人们这么关注 是说明 现在中国具备的一个舆论条件 这就是至少在 棺材学三界的精英中间呢 他们都希望中国 一个变局发生 都对习近平这个独裁 感到非常愤懑 独裁和寡头专制不一样 寡头专制相对会稳定 在于说 他们这个精英集团 可以瓜分好处 独裁实际上 他实际上 以整个社会为敌 不仅以社会为敌 而是以他周边的 特别离他权力中枢越近的人 他看作越是自己的敌人 所以这些人呢 都被他逼向了反面的一面 所以这就使得 富士康事件呢 可能就不再像过去的一些孤立的 一些工潮啊 这些事件 他在社会上引起的这种同情 和这样的一种赞美 他可能会来自于社会 甚至包括权力中枢的一些人 都会得着表示 那我就很想 如果要是胡锦涛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可能就感到比较高兴 因为富士康事件 他不会认为是 像刚才那个许光先生 解读成省外势力的操纵 他就会认为 这就是习近平啊 你的政策失误导致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 富士康事件呢 可能会 虽然他这个事件 我刚才讲了 会被控制住 大家许光先生讲到了 当局除了镇压之外 还有给你点利益呀 把你分化了呀 等等 还有这样一些手段 这个事件会完 但这个世界给人造成的心理效应 他会持续的芭叫 如果要在习近平进一步的倒行逆施 如果社会进一步往这个方向演化的话 他就会成为一系列这种 不断规模 不断过大的 这种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OK 谢谢啊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想请问 这句刚先生啊 就是我们的观众啊 在看富士康事件的时候 有一点不解 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 大量的视频 甚至于富士康的 这个里面有人搞直播啊 什么拿到多少钱了 已经到账了 甚至于在有一些推特的这个网友的账号上显示出来 前到账的那样一个复印件等等啊 那么大家就问 就是说中共这个网格化管理啊 这个网络控制到了如此发达的程度啊 他为什么不断网啊 他可以封锁这些信息的传播 这次他没有这么封锁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呢 是不是有可琢磨的地方呢 这句王先生 他一般是这样 就是对于这些视频啊 信息在社媒上的传播 你是需要和这个平台来沟通啊 比如说我们说的是删帖啊 删视频啊 那么平台接受不接受你的这个游说 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是由中宣部直接下文下来啊 那当然是没问题 那肯定着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 河南没有去做或者说没有做到 这是一个就是广泛的删帖 广泛的删视频啊 那么具体什么原因 我们也不好做太多的这个猜测 那么有的人说这正好把这个目标指向富士康啊 因为富士康的管理 富士康的这个 这个不诚信啊 都可以指向他们混乱的管理 指向他们的不诚信 甚至指向富士康背后的苹果 所以我们也可以 看呢 这个事件的处理 不排除有阴谋论的性质的猜测 好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 这个王军头博士和正习光先生啊 对这个富士康这一突发事件的点评 对这个王军头博士和正义家